咱們說這個民主的本質是對人的尊重和信任 是符合人性的 那麼它應該無往而不剩 那為什麼在現實中 我們看到它在很多地方不成功呢 是因為我們看到這個民主制度的優越性 我們仔細去比較 它是要從比較成熟的民主社會裡面提現出來的 就說它至少要成熟到一定程度 可是這個成熟它卻是有條件的 這個民主制度它畢竟是一種管理公共事務的方式 它需要去磨合 它需要去教育 就是去對民眾進行教育 人們才會熟練的運用這種制度 它有很多技術性的東西 它不是我們講幾句人性 這個事情就自動變好的 一個國家它進入民主社會有若干不同的道路 有一種叫做外部權威干預下的強制民主 你像這個二戰以後 美國佔領德國和日本 它強制的去軍國主義化 強制的你走民主道路 因為它要消除你和軍國主義產生的土壤 所以它強制走民主道路 有美軍在那坐鎮幾十年 誰在那想亂也亂不起來 它原來那些舊勢力被打散 被壓下去的舊勢力 幾十年間也燕消雲散了 它的後人也就不想再重複他祖先的道路了 美軍在那壓制著幾十年 它讓這個社會平穩的過渡到一個比較成熟的民主社會 讓它人民的民主習慣 在這幾十年用一兩代人的時間建立起來 同時像德國日本這種民族 它都有服從和愛好秩序的天性 所以你給我立套規矩 我試一試 還行 還work 我就照你這規矩來 那它也服氣 它任打服輸 你把我打了也就服氣 所以幾十年下來它也就完全認可了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談的是在沒有外部力量強制干預的情況下 一個社會自己怎麼進入民主制度的問題 所以它要體現出這個民主的優勢 它要發展到一定的成熟度 有兩個基本條件 這就是我在上次簡要說了一下 一個就是要有廣泛和深入的思想啟蒙 第一就是要有思想啟蒙 思想啟蒙這個詞是來源於法國18世紀的啟蒙運動 就是盧梭、福爾泰、孟德斯鳩 這些人宣揚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這些觀念 那這個思想啟蒙呢 當然首先就是要做到人們頭腦裡一些觀念的替換 就是以前大家覺得人生下來就分三六九等了對不對 現在就用平等的觀念替換它 不對 人生下來是不分等級的 在造物面前是人人平等的 就是美國的那個獨立宣言的第一句話 就是我們認為這個事情是不正自明的 人人生而平等 就是必須用這個觀念把原來的替換掉 這是它的一個重要目的 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啊 就是就一些在公共事務裡面的重要觀念 我們要達成共識 你有共識嗎 你才有協商嗎 你這個民主才玩得起來嗎 比如說 我說的平等是機會的平等 大家在起跑線上有平等對不對 你說的平等是軍貧部 我有的你也要有 你家的錢也得分我一份 那這就叫語言不通機對壓獎 那就不可能有民主協商嘛 所以像對這些關鍵的概念呢 我們要達成一個廣泛的社會共識 是吧 什麼叫平等 平等是機會的平等 不是說那個最終結果的平等 我們說的是起點的平等 是這個意思 思想啟蒙是包括這麼幾個目的 第一個是要實現什麼頭腦觀念裡面一些替換 這個是確實 這個是相當於是思想啟蒙裡面的硬件的內容 這個是要做到的 但是它還有兩個重要目的 都是要思想啟蒙要達到的 另外兩個目的 一個是要在相當範圍內達成社會共識 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說你不僅要達成共識 這個共識它還要擴展 能夠擴展到什麼程度呢 它要能形成一些穩定長期的價值觀體系 就是要形成穩定長期的是非標準 要建立這麼一套判斷標準 你這個民主才能長久的玩下去啊 咱們講自由 那就要形成這個是非標準了 那所有人都得認同啊 這個自由不是很明確的不是為所欲為 自由意味著你做出選擇的同時 你還得承擔責任 你在做出選擇的同時 是你做出的 所以很明確 你必須自己來承擔這個行為的後果 這個要必須所有人都接受 那你這個民主制度才能玩下去 咱們比如說咱們有個鄰家女孩 身邊一個姑娘是吧 一聽說到了十六七歲了 父母讓她自由戀愛了 很高興可以行使自由戀愛的權利了 談一回戀愛失戀了 傷心欲絕 尋死祕活 再談回戀愛又失戀了 再尋死祕活 第三次還這樣 這就很明顯嘛 他沒辦法承受自己的選擇 帶來的後果 他父母告訴他可以自由戀愛了 他很高興 他對自由戀愛這個事情的理解 只停留於戀愛兩個字 他不懂啥叫自由戀愛 就是他不懂那個自由那兩個字的意義 這時候你就得開導他是不是 你自己做出選擇 那你就得承擔後果 你父母得開導他 還不行的話 那你做父母就得考慮考慮 你是不是要收回他自由戀愛的權利 對吧 還是父母之言沒說之意吧 for your own good 這個就是一個簡單的例子 是打個比方 同樣在民主制度下 那你說我們達成共識了 我們把隱私看得比什麼都重要 這個可以說在一個時間點上 也許大部分國民都達成這個共識了 隱私最重要 那任何情況下任何理由下 公民權利隱私這塊不能碰 那你政府就不能監控我的通信 大家的選擇沒問題 那就政府就不這麼做吧 那安全上就受損失費 因為政府對所有的通信 不能監控的話 那恐怖分子他用社交媒體 他用電話聯絡 他發個郵件 Facebook上去貼個什麼東西 他們的溝通沒有任何障礙啊 那最後這個恐怖襲擊發生以後 你去罵政府無能啊 你這個納税人養的錢 一群草包 你這些國安機構就都是吃素的 是吧 這就不合理 因為你不願意承擔選擇的後果 所以這個事情 它就是典型的 雖然在一些重要問題上 我們民眾能夠達成共識 民眾的意見得到尊重 但是呢 你顯然你這個社會的 它這個價值觀體系不健康 就是說大家要有一個 長期穩定的價值觀 這個事情是我們 比如咱們公投了 所有人都不同意政府檢查郵件 但是你得 誰做出選擇 你得為自己這個選擇承擔後果 然後呢 這個出了事 然後大家就去罵政府 消耗納稅人的錢 然後保護不了大家的安全 這種民主制度就玩不下去 那再比如說 大家要增加福利 增加福利呢 可能很多人覺得好啊 但是這個福利從哪來呢 公共財政啊 增加福利就要加稅 你說我又想要福利 我又想減稅啊 這個財政就會崩潰 就沒得玩了 就會像希臘那種情況 可能如果是別的國家 可能還不如希臘 為啥呢 因為希臘它畢竟是在歐盟之內 有歐洲別的國家給它書寫 它現在已經是個書寫財政了 是吧 但往後還不知道怎麼樣 所以講到這呢 我就特別想講這個瑞士這個國家 瑞士這個國家 特別有意思 有機會我們以後還會說到它 今天呢 就先說一個簡單事例 瑞士這個政府啊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管家的角色 什麼叫管家 管家我就處理日常事務啊 有東西進有東西出 我寄個流水賬 管家是不做決策的 重要的決策是交給主人決策的 是吧 瑞士的政府就當個管家 大的公共結策 它通通不管 全部交給人民自己做主 全都公絕 你看那個瑞士是最有意思的一個國家 他們那國家隔三差五就公絕 其實瑞士人口還不算少 它八百多萬人 但它就這麼做 那麼有這麼一件事 就是今年六月份呢 瑞士就拿了這麼一個議題 交給全國人民公爵 叫做無條件基本收入 這麼一個計劃 它其實是個福利政策 這啥意思呢 所謂基本收入啊 就是說我們把名目繁多的這些福利啊 通通取消了 什麼失業救濟啊 甚至養老金 我都砍一大部分下去 然後呢 每個成年公民每個月 從政府領取一個固定數額的支票 就是政府給大家發錢 甭管窮富 所有人見者有份 只要到一定年齡 這個基本收入計劃 中國人稱之為天上掉餡餅 如果說我家裡有兩個人 是有工作年齡 夫婦兩個人 每人每個月從政府領一千塊錢 那麼我們家就憑空一個月 多兩千塊錢收入 就這個意思 那麼這個計劃呢 推出來以後 實際上它在上個世紀 七八十年代概念就提出來 並且在有一些地區得到過試行 沒有普遍推行 但這個計劃讓很多人很嗨啊 對吧 因為這個加拿大安省 現在也提了幾年了 這個基本收入計劃 支持者呢 認為這個東西有助於減少貧困 有助於這個增加消費 同時呢 因為把一些其他的福利砍掉以後 它不僅節省福利 也節省這個政府 去審核這些福利的行政成本 這是支持者的意見 很多華人呢 也挺高興 為啥呢 因為華人咱們大多數都是認真掙錢交稅 除了見點牛奶金 你還真得不知道啥福利 我覺得90%的華人可能都這樣 因為華人們孩子也不多生 一個兩個是最多的 剩三個的可能很少 當然比起非洲裔 比起拉丁利 那一生四五個 人家那是平均數 對不對 所以他們得的福利多 華人基本見不著啥福利 所以這個 基本收入計劃呢 無條件基本收入計劃 在華人當中也有很多支持者 好 這個事情在今年6月份 交給瑞士去公爵了 對 結果被否決了 被老百姓天上掉下餅的事情被老百姓給否決了 而且是大筆數否決 為什麼否決 瑞士人說了 福利增加了 福利從哪來的 福利只能從税收來 從公共財政來 那麼天上掉下餅的事啊 這個這筆帳得算清楚 你如果增加這個福利 是不是要加稅 加稅要加多少 是吧 這一點不弄清楚了 我們絕不同意 瑞士這個國家啊 它800多萬人口 它跟美國不一樣 它稅積不一樣 你要搞這種 這個天上掉下餘 就見者均粘的這種福利的話 它馬上它的稅收就會有改變的 因為它國家小嘛 所以這一點 瑞士把這個底線守得很嚴 這說明一個什麼問題 大家想過沒有 基本素質咯 素質 對 什麼素質呢 這個國家居然沒人想從國家占便宜 90%以上 沒人想從國家占便宜 這是真正的愛國主義 我們有這個前些年反日風潮 有人把同胞的車子砸了 有人這個跑到肯德基門口堵著 不准同胞去肯德基吃飯 你這算哪門子愛國主義啊 不光是砸車呀 還有憤青打標語是吧 對 這都是小事了 他把這個中國人自己的司機打到醫院住院 現在人家還辦殘廢呢 對呀 對呀 這個還有憤青打的標語是吧 寧肯華夏不長草 也要收復釣魚島 寧肯中原處處墳也要殺光日本人 我說你那叫有病了對不對 你是和日本人有仇啊 你還是和中國人有仇啊 對不對 所以什麼愛國主義 我們看啊 這就叫真正的愛國主義 居然我家強調居然兩個字 居然沒有人想從國家佔便宜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深層心理 那是真心把國家當成自己的 對 你會從你自己家裡面佔便宜嗎 是吧 所以這個 你自己的 里外都是你的 你佔什麼便宜啊 對啊 你說我很高興 我今天有十塊錢 踩在左邊兜裡 我偷偷摸摸的把它放在右邊兜裡 那不是有病了對不對 他不會覺得這個國家是某一個階層的 某個精英集團的 是某個黨的 你要這個國家是某個黨的 我有便宜不占我才有病的對不對 所以說瑞士啊 這個國家很有意思 我們今後會經常提到 它就是一個典型的一個公民教育 起因教育極端成功的例子 若該但人已經深入人心 所以他的國民非常非常非常清楚 當家做主意味著什麼 你得當家 你得做主 意味著你要選擇 你就要承擔相應的後果 這個後果不會踢給別人 不會被一些利益的許諾 要由哪個政客來說 我會給你什麼好處 不會被一些利益的許諾 就煽動的頭腦發暈 這個啟蒙教育 民主教育做到這種程度 這個國家想不成功都很難 我覺得這個民主社會 它進入到成熟階段有兩個條件 一個是廣泛和成熟的思想 這個啟蒙教育 再有一個就是公民社會的土壤 那當然這和頭一個條件也是相關聯的 啥叫公民社會啊 說白了就是自我管理 就是民間 咱們自己自發的把自己的事管起來 這事還能管好 這就叫公民社會 我不需要有個黨來領導我啊 就是咱們一個社區裡面幾家幾戶幾個事商量商量 是吧 小事就是大家這個梨子壞了 然後我出點錢 你出點錢把它修了 然後大事呢 大一點也許公共衛生 也許這個社區有什麼活動啊 呃 大家自己分工一下 商量一下 把這個事情都管的挺好 然後沒有什麼財政負擔 不會需要一個什麼專門組織介入啊 這民間自治 嗯 叫自我管理 說到這啊 我們要稍稍休息一下 呃 信息很信息量很大 那個也很有意思很幽默啊 把一個很高深的這個民主制度呢 用這樣一個角度呢 非常有意思 那麼和中國人這樣對照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產生深深的憂慮 如果這樣的話 中國真的行嗎 廣告之後我們繼續聽文章的點評和分析 對 自我管理啊 公民社會咱們說白了就是自我管理 其實啊 這個在中國還真的有得天圖後的條件 因為中國傳統社會有很強的民間自治的基礎 它要過渡到公民社會是不難的 它只要經過這個必要的民主教育就能夠實現 因為單單自治這個事情上啊 你像中國傳統社會的鄉生 他這個宗族的大家長 他都是基層社會的意見領袖 他都是民間自我管理的力量 你要知道傳統社會很多事 他不會去打官司的 他不會去見官的 在祠堂裡面整個大家族開個會 我們大家長族長出來說一說 大家白白理點評一下 這90%的矛盾就化解在基層了 你知道嗎 所以呢 中國是有這個基礎的 我們看到台灣它過渡到民主制度 其實沒有太大的麻煩 它上層建築一變 說開放黨禁報禁 咱們大家搞直選選總統 它馬上就能順暢搞起來 為什麼 土壤具備吧 台灣1945年光復 1950年就在縣市直接選舉了 就直接選縣市長了 那就開始搞地方自治 更基層的鄉長里長呢 當然也是他們自己選舉 那你說1950年以前在早幾年那些鄉長里長哪來的呢 甚至再早一點日據時期是吧 日本人佔領時期 他那些基層的官員哪來的呢 他雖然是政府任命的 但他挑的不是說我那黨的人是吧 我給你派來領導你的 不是他也是去挑當地比較有人望的 大家比較尊敬的 就是能夠起到這個平息矛盾 能夠有一定威望的人相生這樣的人 現在呢 只不過說好了 我們地方自治大家來選 就不改任命了 但選出來的是誰啊 不還是他們嗎 照樣還是那些人嗎 所以社會的這個transition 他這個過度就穩定了 他底層亂不起來嘛 他這個底層的社會結構是相當穩定的 你不管立法會啊 國會選舉啊 你總統選舉啊 他搞得很鬧騰 這個立法會三天兩頭打架 他那上頭亂 他基層社會穩定啊 他這個大局就動亂不起來 這個基層自治 民間自治是民主的基石 因為大家都是鄉里鄉親 彼此都認識 誰有德性誰有能力 大夥都清楚 所以自我管理啊 你就推舉出一個領頭主事了 這是基層一種最好的管理方式 他的管制成本最低也最順暢 本來中國是有這個基礎的 但是在中國大陸現在就不行了 因為共產黨來了以後 把這個社會結構全部打碎了 他不允許民間自治的 共產黨是要建立一套 一竿子到底的管制制度 從我們這個最高的 什麼中央委員會政治局 一直到他的基層黨組織 是建在街道 居委會和村這一集 所以這個會是 他把這個中國社會 原來的自治力量破壞了 我們講中國如果要實現民主轉型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中國當前的這個鄉村的基層政權 村政幹部這一集 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就是嚴重的流氓化和黑社會化 中國國內有個學者叫做周曉雲 他專門寫了這方面的調查報告 海外有學者叫何清漣 也有專門這方面研究的文章 就是中國縣級以下的這個基層政權 他嚴重的黑社會化 就實際上他已經被一些 中國鄉村的黑社會組織 就是嚴重流氓化的一些組織給把控了 這個會是中國以後 如果要走向民主園 那可能真是個非常大的問題 建議大家有時間去看一看 非常遺憾 因為現在中國那個環境 中國國內的學者 沒辦法做這方面的研究 寫的調查報告 在國內是沒辦法發表 那現在大家還未有條件 關心中國的 我們建議去看一看 那這個問題以後有時間再詳細說 我們有很多具體的例子 就怎麼看出這個基層政權的 黑社會化和流氓化的問題 今天可能時間不夠 還有一個問題 我想稍微講一講 就是今天很多中國人感慨 這個功德心下降了 這其實不僅僅是個 個人道德的退化問題 它是民間自治力量 被破壞的一個直接後果 咱們就說這個公共衛生 這個中國人隨地吐炭 亂讓垃圾這個習慣 到很多世界上的旅遊區 別人都很頭疼 你可能很奇怪 怎麼連公共衛生也是政治問題嗎 你還說對了 它還就是政治問題 只要沾上公共倆字全是政治問題 鳳凰衛視的一個主持人 曾談到這麼一個事 就是說他去東歐那些 前共產國家 看到只要是公共場所 衛生都沒有管 街道沒人清掃 積雪很多 人們個人家裡都很整潔 他就感慨說 在前共產政權時期 這個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不准個人插手 所以大家都養成了 忽略公共環境的習慣 都等著你政府去管吧 那政府破產了 是吧 他共產黨倒塌以後 政府財政也緊張 管不過來了 那老百姓他自己 因為他沒有民間自治力量 他沒這個行為習慣 他也去不管 所以就去經營小家庭 那公共環境就髒亂茶 就等他髒亂茶去好了 那你可能覺得奇怪 你說像公共衛生這種事 它跟什麼政權 跟啥事也沒關係 大家自己動動手管了 多好啊 是吧 大家自覺去維護 你政府管不過來的時候 那這個街坊鄉親們 自發自覺的動動手 看到有人亂扔垃圾就去制止 不是挺好的嗎 這個事情呢 問題是當權者 他這個腦子的運算邏輯 跟你我是不一樣的 他想的是什麼呢 這個凡事都你們管了 還需要我幹嘛呀 怎麼顯示出我有權威呢 權力是怎麼顯示出存在感的 就是這麼顯示出來的 就是凡是你們不能辦的事 我給你們辦了 凡是你們自己能辦的事 也得我來辦 就什麼時候我都在場 你才會依賴我 你依賴我才會覺得有服從的必要 這是權力的邏輯 那公共區域的衛生 在西方嘛 當然都是大家納稅了 政府去僱人來做 這是天經地義 但是呢 你像在中國這種地方 它財政得不到老百姓監督 你錢不知道花到哪去了 或者它行政效率很低下 它管不好 它公共的區域就那麼髒 你說看不下去了 比如說咱們主持人高潔 咱們說我們自己處理打掃一下衛生吧 因為高潔嘛 我估計名無其人就高度愛清潔 可能就想熱心打掃一下 對吧 你一個人去幹呢 他可能不管 政府還會誇你 你這個道德情操不錯 還熱心公益 但是你說我要組織一支志願者的隊伍 來管公共衛生 我要把我們這個城市 公共衛生 旅遊區的衛生全管起來 這個時候你看啊 就會有人來勸你了 你的精神可佳呀 但是不要自行其事嘛 要在黨組織的安排下來進行嘛 所以呢 這個公共衛生區域呢 在中國是怎麼的 它是按這個單位來劃分承包 創建衛生城市 掃個大街 還得學校來組織 組織學生集體上街 就是他凡是他得有一個組織去控制 監這個監督公共衛生呢 他也不讓你個人來做 就是本來呢 就是大家有公德心 看著有人亂丟誰 上去質疑一下就完了 不 他得專門找個人戴個紅袖姑 表示組織授權了才可以做 然後這個戴個紅袖姑 晃荡晃荡讓大家看到啊 這就是權力的代言人 吐口談罰款五塊 就是這麼一個環境 所以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裡面呢 公民的自我管理呢是被防範的 他誰知道你倒霧倒霧 你就不搞出一個領袖來 是吧 你高潔挺熱心 去組織一群志願者動物 去把全市的公園都掃了 那你以後 沒準就是個意見領袖了對不對 所以久而久之呢 在這樣一個環境下 由於這個民間的自治力量 我們直接警局公共衛生 這種自治力量 不停的受到擠壓和壓制 所以呢 中國就 現在就嚴重缺少公民社會的土壤 別人都是 人人想法都是 大家自掃門前雪修骨 他人馬上霜 所以這個也會是 中國的 今後要走入 民主社會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好